这位小师傅,你们是去哪里呀? 虽然谢芙蓉放弃了绑架蒲衍的任务, 但还是忍不住好奇杨琪二人现在要前往何处。 宋东风一听,徒弟开口, 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, 但却没有说话。 而杨琪也有些吃惊于谢芙蓉竟然能对自己开口询问, 不过依旧双手核实,礼貌地回答。 阿弥陀佛,小僧耀和师弟一起去黑石城。 这要巧,谢芙蓉露出惊讶的表情, 我们也要去黑石城。 宋东风,你这丫头在搞什么? 这个蒲衍明显身份不一般, 要不然也不会有人要绑架他。 你这主动搭话本来就欠考虑, 如今又暴露了自己的目的地, 这不是明显有意要同行吗? 杨琪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说, 不过还是要顺着谢芙蓉说道, 那还真是巧, 要不然我们一起赶路, 这样也是有个伴。 嘿嘿, 我就要看看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你不是要绑架蒲衍吗? 我现在送上门来, 看你怎么办。 面对杨琪的邀约, 谢芙蓉有些不知所措。 她没想到这个和尚会提议要一起走, 天地良心哪。 谢芙蓉就是好奇对方要去哪里, 没想过要结伴而行, 不想嘴一快, 就把自己的目的地也抱出来了。 恰巧双方还是同一个地点。 这就尴尬了。 这时, 宋东风见谢芙蓉愣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什么, 心中不由地叹了一口气。 当然好了, 如此一来, 这一路上也能互相照应, 还请两位师傅过来坐。 宋东风急忙邀请杨琪二人入座。 杨琪也不推辞, 静止走了过来, 又双手合十行礼。 小僧蒲衍眼, 这位是我的师弟严明, 敢问师主, 高姓大名。 杨琪继续问道, 在下宋东风, 这位是我的徒弟谢芙蓉。 宋东风十分爽快地通报了自己的姓名, 毕竟经过之前仪式, 谢芙蓉已经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实力, 放弃了去当游侠的想法。 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修炼吧, 独自闯荡江湖实在太危险了, 带杨琪和颜明坐下之后, 一旁的颜明扯了扯杨琪的袖子, 小声说道, 师兄, 我听说过这位施主。 哦, 你听说过? 杨琪和颜明交谈的声音没有刻意压低, 所以宋东风还是听到了。 于是他微微一笑, 对着颜明点了点头。 在下闯荡江湖多年, 给朋友抬爱了给了一个瞄瞄见的称号。 杨琪倒是真的没有听说这个人的名字, 不过却露出一丝歉意的表情。 真是抱歉, 小僧之前因意外失去记忆, 现如今有很多东西都想不起来, 还请宋师主见谅。 无妨, 无妨, 不知蒲衍师父出自哪里。 宋东风并不认为杨琪是在撒谎, 毕竟这个说辞太过于拙劣, 没人会用这样的借口的。 小僧出自寒山寺。 哦, 没想到大师竟然是寒山寺的高僧, 在下失敬了。 不敢当, 不敢当。 杨琪谦逊地摇了摇头, 一旁的言明十分懂事, 知道自家师兄不知道朴苗剑的名号, 便开口说道, 我曾经听师父说起过, 朴苗剑前辈作为散修, 能将一身实力提升到七品境界, 实属不易。 若是败入宗门, 则前途无量, 现在都能有望成为九品, 先天高手。 杨琪听到严明这么说, 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。 他没想到宋东风竟然是一名散修舞者, 当日夜里二人短暂交过手。 杨琪当时只能做到自保, 并不是他的对手。 如今听严明这一解释, 这才明白, 原来此人竟然以散修的身份修炼到如此实力, 真是不可想象。 散修舞者是江湖上一种奇特的存在。 他们人数众多, 且出身底层, 想通过练武出人头地, 但又没有名师指点, 只能胡乱练着一些庄稼把事。 再有就是加入到一些帮派之中, 以求能学的一门武功。 至于为什么不选择加入宗门之中, 这就源于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。 不过大多都是自身资质不够, 或者是错过了最佳学武的年龄, 所以宗门并不收其入门。 但瞄瞄见宋东风则是一种十分少见的情况。 他不加入宗门, 也不混迹帮派, 早年间只是一个人在江湖上摸爬滚打。 经过多年的苦熬, 终于成为了七品高手, 是江湖上众多散修舞者的榜样。 那黑石城地处边疆, 不知蒲衍师父去那里做什么呢? 宋东风继续问道。 找人。 蒲衍淡淡地说道。 在下的结义兄长乃是黑石城的守城将领郭准, 到时候可以拜托他帮你找找。 宋东风热情地说道。 哦,竟然这样巧。 杨琪笑着说道。 小僧要去找的人就是郭准将军, 没想到竟然是宋施主的结义大哥。 真是无巧不成书。 看来这下不一起走都不行了。 宋东风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如此巧合, 再加上他早就知道对方出身寒山寺。 而佛门中人一直以来的口碑都算不错, 所以一起赶路也并无不可。 一旁的谢芙蓉倒是并没有想太多, 他看着杨琪那英俊的容貌, 彬彬有礼的姿态, 心中倒是感到一丝喜悦。 虽然之前自己曾经想过去绑架他, 但那是任务, 而且还是为了给师父寻得武功。 怨不得他, 如今能一同赶路, 也是一件好事, 毕竟这一路上若是人多一些, 那样也不会无聊了。 与此同时, 安国功夫。 朱景彦正悠闲地站在花园中, 试弄着一颗造型奇异的植物。 一边用剪刀修剪, 一边对身边的管家说道, 你看这株千里醉, 这可是南疆才有的特殊草药, 没想到竟然在京城里也能活。 一旁的管家则恭维道, 那是国公爷您鸿福齐天, 什么花花草草都能养得很好。 知道为什么它叫千里醉吗? 小的孤陋寡闻, 实属不知。 这千里醉带到开花之后, 将花瓣采摘下来泡在酒里, 就会极大的增强酒香, 而且这酒喝了之后, 就算是走了一千里后, 还沉浸在那美酒之中, 当真奇异无比。 竟然这么神奇, 管家也适时地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, 将一个豆根的角色演绎得很好。 朱景彦明知道 对方在和他装傻冲愣, 也没有拆穿。 毕竟此时整个府内上下都是下皇安插的眼线, 他早就习惯如此了。 行了, 我累了, 回屋休息一下。 朱景彦将手中的剪刀递给管家, 伸伸揽腰便走回房。 回房后的朱景彦紧闭房门, 将所有人都隔绝在外面, 然后打开一幅卷轴, 用毛笔轻轻在上面写了几句话。 隔了一会儿, 纸面上的字竟然消失不见, 接着又浮现了另外一行字。 隔了一会儿。